大家好 我们一起来谈一谈CBA的巅峰战 上海和辽宁的这场焦点对话 最终上海是爆出巨大冷门 经历了一个加时赛 险胜了辽宁这支一心争冠的顶级枪队 而在赛后的发布会上 辽宁的主教练杨明的发言 再次引爆了争议和讨论 这场比赛辽宁会输给上海 可以说是犯了巨大的错误 自己也一定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现在辽宁已经不是拳花班了 虽然说两个外员福格和泰勒 在路上还没有到位 但是没奥起马复出了 竹铮镇也回来了 辽宁相对来说是在用一套完整的阵容和上海对决 还凭空多了个富豪 结果呢 球队居然经过加时赛输给了上海 这是完全不应该的 而且这场失败之后 辽宁最近五场已经输掉了四场 可以说走到了一个危机的边缘 想再追上石冠王广东 甚至抢走他们常规赛第一的位置 已经基本上是天方夜谭了 可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杨明赛后却在总结本场比赛的四大重点时 完全避谈他在执教方面的错误和球员方面的问题 反而给出了一些很有争议的言论 首先杨明在赛后总结发言时 是在讨好老队员 感谢了队内的几大核心 他就直接说 梅奥这场比赛是带伤回归的 状态不好 但是他想帮助球队 所以他复出了 还说要感谢郭艾伦 感谢韩大军和赵纪伟 他们身上都有不同的伤病 但是都是想帮助球队 所以想顶过这段困难期 一直在坚持 感谢了这几个球员 确实可能梅奥的状态看得出来 他确实有伤 但是说实在话 赵纪伟和郭艾伦的表现 不像是有伤的 只是关键时刻 郭艾伦自己没打好而已 但是这些梅奥没有提 另外他还提到了 第二大本场比赛的一个重点内容 就是其实杨明觉得 这场比赛输赢根本就不重要 因为在这样的赛制之下 你排第一和排第十二 没什么区别 他这句话相当于是 无形打消了广东队的一个巨大优势 那广东现在就是排第一的队伍 杨明确说 排第一和第十二都没关系 因为这个赛制 这种场面之下 没有什么主客场之分 只是说 在你输掉比赛之后 说出这么一番话 未免有点没什么说服力 你要说辽宁现在 还跟第一阶段一样 他是全联盟第一 那他说第一和第二没区别 第一和第十二也没区别 那没关系 这样说的话很正常 毕竟今年是单败淘汰 辽宁既然是联盟榜首 那他就有资格这么评价 可是现在呢 你辽宁已经不是榜首了 眼看追不上广东了 却说出这么一句话 第一和第十二没区别 那真是未免就让人怀疑了 是不是说 如果你辽宁队现在排在第一 杨明就不会这么说了呢 另外他提到这场比赛的第三大重点 杨明就直说了 他说这场球 主要现在还是为了发掘新人 磨合阵容 而且在等待着其他两个外援的到位 因此这场比赛的输赢反而不那么重要 可是五场输四场 你就算这场的输赢真不那么重要 就算辽宁真的能够坐稳第二 可能冲到第一也没什么必要 可能他说的对 但是你一个争冠球队 五场比赛输掉四场 那是态度的问题 你可以输那没有问题 比方说辽宁输给广东 这种实力相信是所有人能接受的 可是你现在辽宁输给上海 最近在连败而且没有改善自己的问题 只是强调着输球不重要 那说实在话 这就是一种逃避问题的态度了 杨明根本就没有正面回应说 这场比赛自己和球员犯下的一些错误 反而在强调 现在输赢不是重点 强调排名也不重要 而且还在感谢老队员 说实在话 这样的一通赛后发言 就显得很避重就轻了 根本没有谈到这场比赛的实际问题 实际问题是什么呢 实际问题是最后时刻 本来辽宁能赢球 郭爱伦连续两次投丢了绝杀 导致双方进加时 而加时在辽宁落后对手四分的时候 他们曾经进行了前场逼抢 张震霖好不容易把球抢下来 结果 郭爱伦却非常冒失的伸手 没有摸到球 直接导致球再次出界 把好不容易夺回的球权给还回去了 这是他们犯的错误 郭爱伦全场21投8中 3分8中2只拿到了21分 连续两次出手绝杀的5中 而且已经明显上头了 姚明不敢制止他 甚至都管不住他 这才是本场比赛出现的错误 而且姚明自己也犯错了 本场辽宁在更多的时候 都被对手的封线给打爆了 居明心和张春军两个人 都把辽宁打爆 你说实话 换个队真不很难想象这种场面 张春军辽宁的老熟人了 总决赛都见过 就被他再次打爆了 难道辽宁就没什么调整吗 还是在用三后卫 为什么对面的封线会发挥 因为姚明一直在用三后卫体系 郭爱伦赵纪伟身边 总是要配个后卫 而不是配个前锋 这是他们被打爆的根源 明知道三后卫防不住 关键时刻不上 发挥出色的朱镕镇 张震宁也得不到球权 赛后却还得 毕中旧情谈这些问题 姚明自己应该反省一下 他的执教了